舅舅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当一个年轻人他来到试婚年龄的时候 那他无可避免的会面对到这种吹婚的干扰 就会不断的有长辈或者同辈来给他吹婚 问他讲,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呢? 你的男朋友在哪里? 你看个别家里都已经结婚这么久了 都有孩子了 你跟他同年龄你还比他年长 你都没有对象 尤其是在新年期间 通常就是最常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 但是呢,就是面对这种吹婚的干扰 其实当生的这些男女 我们本身就已经面对到很多的问题了 然后你现在还要来吹婚 那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压力上面增加更多的压力吗? 但是当生者,我们自己也是很愿意,很想要有另外一半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一些 在当生当中,他渴望婚姻 他在等候这婚姻 等候那个上帝所为他预备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那他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挑战 就是孤独 就是当生的孤独 所以今天呢,就要透过几点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当生者应该如何面对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 或者还没有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 那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 首先我们要避免用其他的纷扰来代替对婚姻的担忧 你知道当生的人最多的可能就是时间 那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时间投入到其他的事情 比如讲,如果是一个有男女朋友的 他大多数的时间可能是要跟另外一半 在这个关系当中 要处理很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 或者陪伴啊等等 如果是夫妻的话,那更不用讲了 又有夫妻的关系,又有孩子的关系 但是一个单身的人 他相对于来讲,他就会比较多的时间 那但是当他比较多的时间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把这些时间投入到其他的东西当中 比如讲电子游戏 比如讲手机,娱乐,或者美食等等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 那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所以当我们有这么比较充裕的时间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要怎样子好好去利用这一段时间 那第二点 那趁你当生的时候 你操练你的武师 那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的 在别人问我 你要不要去喝茶 你要不要帮忙做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帮忙来帮家 你可能更大比一个已经有在关系当中 或者结婚了的人 你更容易讲 好,没有问题 你有比较多这样子的自由 你可以趁你单身的时候 操练你的武师 就是去帮助其他的人 帮助教会当中 其他的弟兄姐妹 其他人的需要 那第三点呢 其实你可以花一些时间 跟已婚人士相处 那你未婚的时间 你当生的时间越长 其实你就有越长的时间 可以跟别人来吸取经验 来学习这个婚姻的成败的经验 或者恋爱关系的这样子的经验 当然你没有办法避免 你有一天你在婚姻当中 或者在关系当中 你会面对到一些挑战 你会因为罪 而产生一些婚姻之间的这样子的摩擦 但是在那之前呢 你可以做一个好学生 你可以先做足功课 来减少这些失败的几率 你可以找一个机会去参与 在一些已婚夫妇的家庭或者生活当中 那像我们自己家的话 我们就很喜欢去邀请这些当生的 或者他们在恋爱关系中的男女 他们来到我们家 然后跟我们家一起来吃饭 然后看我们家是怎样子生活的 看一个已经有孩子 一个才两岁 一个才一岁的孩子 在把整个屋子搞到乱七八糟 然后看我们是怎样子处理这一些问题 然后也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 回答他们关于婚姻 或者亲子之间的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家很喜欢做的 你也可以找一些比较成熟的 属灵的这样子的家庭 然后你去看他们家里 是怎样子做家庭崇拜也好 他们是怎样子来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 那我想当你去问这些家庭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会很愿意来跟你分享的 那除了跟已婚人士花时间来相处的 你同时也需要花时间去跟未婚人士来相处 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跟你有同样的这样子意象 同样的信仰或者同样的使命的朋友 然后在这条天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一起奔跑 然后这个同时也延续到第五点 就是你到前线去发现你的未婚的对象 你可以参与在教会的一些事工当中 参与在教会的一些活动当中 多参与在如果你教会有青年团契的话 那你就参与在青年团契里面 因为在多人的环境下你可以观察到 这个人他平常处理事情是怎样子处理 尤其是一起侍奉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本性 他是耐心还是不耐心 如果两个人当独的相处 他很容易就可以用假面具拿来盖住 因为骗你一个人很容易 但是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那有一些东西 尤其是你在忙碌的时候 他就会很容易显露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缺点 也可以看到他的恩赐在哪里 那有一些很律法主义的人 他就会讲 他讲 哎呀 你来教会你应该带着一个单纯的目的 你去侍奉的时候 就是侍奉 不要带着那种去找另外一半的心 你来教会的时候 就是来教会 就是敬拜上帝 那我讲 这个是非常的律法主义的 因为如果你不要他在教会里面 找另外一半的话 难道你要他到外面去找另外一半吗 当然找另外一半 不是你来参加这些活动的首要的目的 他不是首要的目的 但是他可以成为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很自然嘛 人渴望要结婚 这个不是一个错 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上帝他造人 就是造人成为渴望愿意结婚的人 除非这个人有单身的恩赐 所以我们不要太律法主义的 然后就把教会里面当生的男生跟女生 全部要分开来 美其名讲的是 然后这样子比较属灵 或者避免淫乱的事情发生 但是实际上你是在扼杀了 他们结婚的这样子的可能 或者彼此认识的这样子的机会 那第六点 在你等待婚姻的过程当中 你要期待耶稣 胜过期待婚姻 对 我们会很渴望婚姻 我们会很渴望有另外一半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并不是独自一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与我们同在 当你忧愁 当你孤独的时候 让你的灵魂安息在主耶稣里面 因为他为你 为着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 你感到满足 甚至当人开始向你吹婚 跟你谈到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 女朋友 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借此机会向他们介绍 你已经有的这一位新郎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是他赎回了我们 让我们不管生 不管死 不管健康 不管疾病 他都不放弃我们 当然有一些人 他是有单身的恩赐的 但是你要怎样子判断 你有没有单身的恩赐呢 可能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只拥有为上帝的国度 做工的同伴关系 是否能够让你满足 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一生 来做上帝的工作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能够想象你一生 来控制自己的信誉吗 如果不能够的话 这两个都不能够的话 那可能你是没有单身的恩赐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渴望并且追求 只在婚姻当中 才有的这种男女之间的亲密感 和承诺的尾声 第四个问题就是 你愿意接受圣经当中 对配偶还有父母 在责任方面的要求吗 那如果你发现你自己 没有单身的恩赐的话 那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 与其欲火攻心 不如嫁取为妙 你就采取行动 祷告 预备好自己 行动 去寻找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